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了一些小物或是一些小细节 那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 因为旅途在外 所以我其实习惯是都会把 可能护照啊 就是代表身份证件的 或者是一些票券啊 比较重要的 虽然现在都是环保 会有电子票券都是存在手机里 但是说不定可能 你在国外的时候会有手机遗失啊 它坏损或者是网络有问题的时候 至少你身边都有一个资本 会比较有保障 也可以做一个替代的方案 所以这个也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蛮重要的 在跟大家分享的同时 有一些是切身的经验 所以我也会跟大家说 一点点自己租赖的小故事 那除了重要的证件 会做备份之外 那我也会建议大家 其实出国在外的时候防晒乳也可以带的 当然要看你就是 是什么季节去玩啦 可是就算是冬季 其实紫外线还是很强 那尤其像 我就是属于比较皮肤敏感的 我只要就是晒太阳 再加上我的皮肤 其实是有九朝性的皮肤炎 所以防晒对我来讲很重要 那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我们多涂了这一层的保护 因为毕竟我们旅行的时候啦 会长涂的可能在外面走逛啊 你不像在台湾 你会有一半可能室内室外的这些时间 那在国外的时候基本上啦 我们都是一早就出去了 到晚上才回来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防晒用品 其实是可以带着 那可以避免自己的皮肤 因为长期的曝散而产生的一些不舒服 或者是不适 再来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保湿 保养不是只有女生喔 其实男生也很重要 就分享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经验 之前的时候就跟我先生 我们去了比利时荷兰 也是跑了几个国家 那一次的旅行是冬季 可是我们两个都发生了可能是太干了 皮肤跟衣服的比较容易摩擦的 会动到的交接处 我们皮肤都过敏 那他都有红点 而且是非常的痒 那又以我先生来讲其实他更严重 因为他后来是黏脖子啊 因为这边会有衣服的摩擦 脚的部分 他在身上过敏的部位就非常的多 他甚至严重到那个发痒度是 你没有办法入睡的 而且你想喔 我们去欧洲这么远 其实飞机的坐的那个旅途时间也是很长的 所以他在整个欧洲这样玩回来的时候 他在飞机上回台湾 他是起氧无敌 他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而且已经是到起疹子 发红发烫发痒 那后来回台湾给医生看之后 医生是说你对那个气候 就是皮肤比较敏感 所以产生的一个过敏 所以不管是脸部 或者是身体的保湿 其实很重要 好 再来再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小物呢 就是眼药水 眼药水的部分呢 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经验 有一次我是跟妈妈去韩国玩 韩国也是属于一个蛮韩人的国家 那我也是冬季跟妈妈去 结果我们是跟团 结果在旅途中的一半的时候 妈妈的眼睛其中的一眼 就眼白的地方 就非常的红 而且是红到已经你远远的看过去 其实就是一只眼睛是红的 只是还好我妈是觉得说 不会痛也不会一样 但是他的外观上 他就是非常的发红 后来导游呢就非常的好 他也有发现 那他就帮我妈妈在当地的药局 买了那个眼药水让我妈妈点 那点了之后呢 他其实蛮快就退红了 那其实这个也蛮重要 有的人是眼睛会过敏嘛 像我妈是没有痛痒 但是他整个发红 其实也会影响你在旅途中 你一定会想要拍照留言嘛 拍一些漂亮的照片啊 其实这个都会影响的 那可能说不定也会影响你的心情 其实眼药水是非常的小 所以是会蛮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带着 所以当你眼睛干痒或者是 在飞机上的时候 其实你都是可以点的 那以防不时之需哦 再来另外一个要分享的就是 比较属于女性的啦 因为女性会有生理期 那尤其像有时候我们去欧洲 其实他的旅程是比较长的 那难免有时候会碰到生理期的时候 那有的人会是在台湾的时候 以药物去做调整 让生理期可能延后 那基本上我因为胃比较敏感 所以我也比较不倾向 以药物的方式来调整 那我还是会带生理期去用品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是 现在生理用品已经有出了 女生理库 那像我这一次其实有跨国玩很多嘛 那这一次还有加了坐巴士 像西班牙其实到法国 他那个巴士就要三个钟头 那像我有一点点的味道的小洁癖 不要太脏懒 小脏我还是敢上厕所 可是过度脏的时候 其实我会宁愿憋尿 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 大家不要学习 基本上旅途你一个半左右 或是一个小时 你可能才会到休息站 尤其是你又会碰到可能第一第二天的时候量比较多的时候 所以我就穿了那个生理裤的部分 就可以防漏 你也可以比较安心在车上可以休息啊 睡觉 不会有外漏啊 很尴尬啊 会不会找不到厕所啊 或是厕所太脏啊 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一次的旅程中我是有戴了生理裤 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住饭店的时候还是会自己 但煮水壶 是因为我还是会觉得有个人卫生的问题 那再加上我自己一定是每天要喝茶喝咖啡的人 所以我是有带了轻型的折叠水壶 我是觉得很方便 除了折叠水壶之外 也推荐可以带水深型的轻型的吹风机 像我就有一个长上型小小的 我会放土片在这边 那它还可以有电压的转换 那基本上它也是很轻巧 那为什么吹风机很重要呢 我不晓得大家去国外住饭店的时候 会不会有遇到它是贴壁型的那种吹风机 它都是粘在墙壁的 在拿下来吹的时候其实是要按压着它 要按着它才会出风 对女生来讲尤其像我是长头发的 我其实把头发吹干的时间是很长的 这样一直按压其实 手很酸欸 常常我会吹到觉得 好累哦 大部分壁面型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壁面型的它的风量 吹风量其实也比较小 已经觉得很累了 又要吹很久 所以后来我就买了 旅行用的随身的吹风机 因为你平常就算在台湾三天两夜 或者是入营的时候 其实也用得到 所以我会觉得说 它买了之后在生活上的 使用性其实是蛮高的 那尤其出国的时候又可以吸蛋 那风量是非常OK的 那又很轻巧 那是直接用插座的 我也不用防死在厕所那边 要用那个按压的 按压式的 你们也有这种困扰吗 如果也有可以留言给我 再来是针线包 可能女生会比较需要吧 有时候我们会带一些有扣子的衣服啊 有时候扣子掉了 你带这件衣服可能就不能穿了 所以我有时候会带就是学生型的 有时候针线包才这么小一包 其实你也是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行李里面 它也是不占空间的 但是在非常必要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会派上用场啰 再来推荐给大家 我之前其实旅行会带一条小毛巾 因为是洗脸 我的脸又比较毒于过敏性的 所以我不太敢用饭店 我都是自己带 可是自己带有时候会有个问题 像这一次比较还好 因为我们平均每一个饭店 我们是住两碗 但像之前的旅行 有时候我们会有饭店 只是住一碗的 我的那个毛巾 其实是来不及干的 其实毛巾有时候没有干 它是会滋生细菌 所以后来我在网路上就找了压缩的毛巾 我没有品牌的名师啦 它是方便又是合格的 那它是也是独立包装 所以撕开来之后呢 小小一块压缩毛巾 然后你只要就是沾水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条毛巾 我是有挑选网路上 我其实有买过一两种了 那有的它会太过薄 太过薄的对我来讲就是 比较不好用 那我会选择就是它的那个毛巾 压缩毛巾的厚度是 可以比较厚一点点的 那我觉得清洗上也会比较方便 而且也比较好用 那这个压缩毛巾 你用完之后又可以丢弃 你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有 梅干啊或者是卫生上的问题 那它戴起来是很轻巧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戴这个 压缩的洗脸巾 欧洲的自由行啊 其实常常都是一大早出去 就开始走路了 走到晚上 所以有时候腿也是很酸 那如果你想要泡脚或是泡澡 有时候你也是会担心 就是卫生上的问题 所以我也会戴这个 就是旅行一次用的 这个算是泡澡蛋 可以把它铺在浴缸的部分 它就是比较卫生 那只是因为它毕竟是塑胶的 你铺好之后 你要进入浴缸跟起来的时候 你还是要小心繁滑 安全一定都是第一的 那这个小用品的部分也推荐给大家 还有一个好用的用品呢 就是晒衣夹 它这个就是其实很 那么小折起来 你就一样是可以放进你的行李里面 它是魔鬼单的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浴室啊 只要有杆子的地方 你就是把它粘上去 那这边你就可以掉很多的 不管袜子啊 或是你清洗物 因为很多饭店它是 衣架它是做实的 或是固定式的 或是没有这么多 那但是你准备了这个 你一来比较方便 可以晾你的衣物啊 或是袜子之类的 可以让那一个小小的空间 可以增加更多的 可以掉衣的方便性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哦 再来再来 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 我后来在网络上发现 其实有在卖行李箱的 轮子保护套 我觉得这个东西超好的耶 因为 我不晓得大家去欧洲 有没有发现 其实很多它的街道 它是那种 触古式的磁砖 壁砖 所以它不是铺平的薄油路 所以除了轮子的声音 会很大声之外啊 你行李箱的轮子 耗损也会很大 我在网络上后来发现 既然有行李箱的轮子保护套 我真的觉得 很实用很棒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哦 记不记得我上次的 长旅的小物分享 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就是数字锁的部分 那为什么这个 我不是买一般的锁头 来锁行李箱 是这种 它可以 有这个线 它有长度可以拉长 这长度有分哦 你可以看你要买多长 那为什么我这一集 特别再把它拿出来讲 是因为像我们会有通勤 不管你是穿梭巴士 或者是在火车上 它的行李架可能都是赶直的 那有的会有锁 那有的是没有 火车上它那个行李架 是没有注锁的 所以如果你很担心 或是你刚好买的位置 真的不是在行李架旁 你非常的担心说 你的行李会被偷的话 我就会建议 你就是可以买这种 对它是可以拉长的 那这个的话可以方便你 去锁你的行李 或是有些人是 个人的旅行 它是一个位置 行李放旁边 可能会睡觉啊休息一夜 也可以把你的行李 是锁在你的座位下 所以这个我是在网络上 也是看人家推荐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我觉得非常的使用 所以我在特别跟大家说 一些小细节分享给大家 有些人可能是有带着 就是长辈一起出游的啊 不管是你自己个人啊 或是有带着长辈家人 那长辈其实有的 他的可能膝盖啊 或是腿力啊 没有这么好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买马桶做电子 因为毕竟我们出国在外 用的都是可能公共区域的 而且会去住饭店 那马桶做电子呢 你其实到饭店就可以铺上去 或是你在外面的时候 你可以抽个一两张 放在身上 你都可以套 那这样子的话 长辈啊 其实他们就可以是用做事的方式 可以比较轻松的去上厕所 那也可以避免他们可能会有跌倒啊 或是觉得太脏啊 憋尿的一个状态 可以方便他们比较轻松的去入侧 所以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小贴心的部分哦 再来我要分享一件事情 是大家一定都会有的 大家是不是都会有这种防抢 防抢的腰包 我最一开始这个我也买了两三个 之前都是用这个 但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很尴尬 不管是你 你夏季的时候我会觉得 这个袋子我没有地方藏 冬季去玩的时候 这是可以藏在衣服里面 因为我就细在腰上 但很尴尬 我有一次就去法国的时候去逛了 老婆也摆货 你可能要结账的时候啊 你是要把你的衣服翻起来耶 再去打开这个 其实当下我觉得超级尴尬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过这种经验吗 还是你们是怎么使用这个系在腰上的时候 你们怎么去拿钱 对可以跟我分享吗 因为我是比较小超的是水深放 但是大超的或是信用卡 我就是放在这边 还是你们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留言分享给我吗 因为我其实用这个我觉得很尴尬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为了要避免尴尬 其实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小东西 就是这个 你们猜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其实在我的影片中有时候拍到我的手 其实就会有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 看起来很像是护手般 可以这样操作 但是呢 好 它的秘密在这里啦 它其实是有拉链的 可以拉开 你的纸抽啊 其实是可以放到这里面去的 它的空间是很足够的 再把它拉起来 所以我就会把我比较大操的部分啊 其实是放在这边 我是把它戴在我的手上 对 这样我会觉得我要拿钱的时候 就拿取下来就好像个小钱包嘛 而且不会很干扎 又很方便 那当然我在冬季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脱外套啊 不是说多层次穿绑嘛 你可能会怕说 这个会跟着一起脱下来 或是会掉 所以我因为是有戴手表的习惯嘛 所以你们也会在我一些影片上会发现说 我其实的方式就是这里 我会把这个的手环的部分啊 再搭配我的手表 我其实是这样子把它扣着的 这样扣着的 所以它是不会脱落的 那当然我觉得它其实也没有这么容易脱落啦 而且你的大操都放在这边自己要再留意一下 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方便 而且不尴尬 大家应该出国在外 也会吃保健品 像我也是有吃保健品的习惯 所以我就有买了这个 就可以放保健品的 这算药盒吗 或者是维他命盒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买了这个 大家看 它是会有礼拜几的标示 它甚至很贴心就是有盲人的部分 这边都有 那这次可以避免 就是年纪大了 有时候你有没有吃了维他命 你其实自己会忘记 所以我就会买这个 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礼拜一吃了 如果打开还有 我就知道说我那一天还没有吃 我就会再补吃 像这个这样一排啊 它就七天就是一个礼拜 那像我通常如果去欧洲 就是去两个礼拜的话就这样两盒 对小小的 也有就是兴起让自己不会忘记说 你哪一天吃了没 这个也推荐给大家哦 而且我觉得它的深度是非常够的 你们看这么深 对所以你可能会有 需要药啊 维他命啊 就都可以放进去 就不用分很多盒 再来分享给大家的旅途在外面这么长 我有时候会想要变换一些发型 除了我自己很喜欢变发之外 那像我之前去荷兰玩的时候可以看照片 我就带了这个粉红色的发片 那当然这是一个人啊 因为我有时候会想说变换点心情跟造型 那我就会用这个粉红色的发片来 让自己就是有不一样的造型感觉 而且现在的技术其实我觉得发片的这个质感啊 还有做的那个精致度非常好 大家看它是这样子的 是扣在头上 它的操作上 它的操作上其实也是很好用的 不困难的 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分享给大家就是 如果你们觉得在造型上你是比较讲究的人 我其实蛮建议就是长期滤行 你在外面的时候可以带这个就是发片 那可以让你的造型啊 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那像我有时候会有剪刘海 有时候会没剪刘海 那有时候也是想变换造型 所以我去荷兰除了 但我刚刚分享的那个长发片之外 我又准备了一个 刘海造型的发片 来照片在这边 大家看得出来吗 那个刘海其实是假发 那其实我买的就是这个 就是刘海型的 而且现在在网路上你可以找到 它其实 有不同的发色啊 刘海的造型也是有不一样的 那你戴个帽子 或是把这个其实用上去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 还蛮特别可以增加一些造型的啊 那尤其是你在国外旅行那么多天 变换一点点小造型换你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好 刚刚刚有跟大家就是分享了这些 更多我觉得其实蛮好用的小物之外啊 这一趟的旅程是有上邮轮 那我刚刚说的那些小物 有没有邮轮不可以带的呢 我要跟大家说有 所以我在这一趟啊 因为我是前面是先走陆地 后面才上邮轮 所以呢我就有先做了功课 那邮轮基本上不能带的 其实我基本上这一趟旅程啦 我算平常会带它 但是我就先把它拿起来了 我这一趟就没有带了 这样邮轮上它为了安全着想 所以像我刚刚说的 煮水器的热水壶 还有水深的吹风机 会产生热能的 这些都不可以带 因为它们为了安全起见 如果你不小心带呢 放心 它只是会帮你暂时 捡它心力的时候啦 会把你这个东西拿起来 然后会做保管 会到你下船之后 它才会归还给你 所以你可以考量说 你是要带或是不带 下船之后它要去领件 所以我是干脆就不带了 我上次还有分享的 短插头的 这个可以替代掉延长线 因为在邮轮上 它还禁止一样东西 就是延长线 因为延长线它会有电线 走火的风险 所以它是禁止你携带的 但我还是要说 在邮轮的房间 它的插座是没有 没有这么多 可是像我们两个人 可能就是又要充两个人的手机呀 又要充相机呀 又要充录音机呀 但有的人可能还会带 笔电啊 iPad 这些都是要充电的 原因呢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是邮轮会让你上去的 因为它不是接长的线头 对 这种是短插的 那我一样就是可以插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次推荐给大家 这在邮轮上是可以带上去 那邮轮不可以带来延长线 要记得 那刚刚有说了嘛 在邮轮上你是不可以带堵水壶的 那基本上你上去 它会有buffet的餐厅 上面其实你热水冷水果汁 吃的喝的都有 除了酒 酒水是要付费的 但是还是会很不方便 像我这一次是有带了姜茶 因为邮轮其实早晚啊 你在船上的时候 它因为是在海上嘛 它的早晚温差是很大的 或者是你会经过不同的国家 每个国家它的气候啊 或者是纬度都不同 很想要喝个热的在自己房间的时候 你是没有煮水器的 你还要再到餐厅去 或者是到buffet那边 再去那里喝热水 你无法很放松的在你的房间 饮用就很热饮 所以我会推荐大家 其实可以再带了一个好东西 就是保温瓶 而且这个保温瓶 我们倒是带的还蛮大的 因为我们就会装了 在buffet餐厅就装了热水 就把它带到房间 所以你回房间休息的时候 可能想泡个热饮啊 姜茶热茶 你都可以随时很方便 或者是你睡一睡起床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热水可以马上倒来喝 你不用必须要到餐厅去的时候 你才可以喝得到热水 所以这个也是我之前有看其他 游轮的旅行专家或是旅行的人分享的 那我这一次呢旅行的时候也有席的 我就觉得真的用上了 而且很方便 那也会看了一些人的分享 那我就会把觉得对自己受用的 我就会应用在实际的旅游中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些 希望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哦 那也希望因为我的长旅的经验 也不是到非常丰富 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人都有很多自己自助旅行的一些经验 那如果你们也有很好的 不管是在欧洲旅行 东南亚旅行 或者是上游轮的一些旅行的部分要注意的 那大家可以留言给我 我会非常的开心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 那希望未来在旅途中 如果觉得对大家旅行有更有帮助的物品的话 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多多的做分享 那谢谢你们 就这样子咯 拜拜